我是陳傑詩 是1981年在聖羅沙小學畢業 然後上了中學 讀到中六離開了 入了香港中文大學 現在就是聖羅沙學校校友會的會長 今次的選舉 其實都聽到很多聲音 告訴我我是不會選到的 因為有人是不會讓我選到的 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 我想我整個中學校友會的 一些做了十年以上的委員 其實是非常相感的 他們是受到一些人身攻擊 我看到是很不開心的 很簡單 第一就是選舉的程序 是違反了會長的 第二就是選舉的日子和時間 是一些很奇怪的安排 我估計他們是不打算有人選的 第一點就是選舉的時間線出現了問題 其實是我發言的 其實是我發言的 因為我是選舉的 所以我都很留心去看一看他的時間線 發言了有問題之後 我們就在自己校友會的臉書上提出了 好像有些違規的情況 我違反了自己的會長 我亦都是以一個候選人的身份 去給了一封信給學校的 我是給了校監 然後我們就在小學校友會的 在校友會的日子就是違反了會長 但是也合乎EDB的要求 不過會長就始終是會長 所以他們都決定是改一個時間線 那校監就都重新說 他接受小學校友會的解釋 就說這個都是一個不小心的錯誤 不過我覺得這個校董會的選舉 都很重要 因為我們之前寫了法律 又要找律師看過 又要經過天主教教區批准 然後才上EDB 那麼重要的文件在參選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回復官員 那為什麼沒有人去看看這件事呢 經過回復官員 經過校長 經過校監 經過校董會 經過贊助身體 但是都沒有人發現有問題 所以最後他們現在都從善如流 就改回那個日子 根據原本的時間線 就是一個星期四的早上9點至11點 我看到的時候已經覺得 不是吧 這麼古怪的這個時間 但是他出的時候 其實他是沒有想著有第二個參選人 所以我估計 他應該都是想著好像 上幾屆這樣 就只有一個參選人 就會自動當選 但是走了一隻黑馬出來 他又被迫都要選 但是對他們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那個時間是放什麼人 是方便呢 就是一些退休的人士 他們很早起床 又不需要上班 所以星期四的早上9點鐘 就是可以去的 但是對於我 以及會投票給我的師妹來說 是非常之不公平的時間 當然他們現在 因為我搞亂了他們的時間線 所以他們就改了 做一個星期日的下午 但是我也想提出 就是原本的時間 其實是他們想著 只是選到一些他們想要的人 或者最後也說少少我自己的感受 以及我的背景 因為在那個候選人簡介 他就規定只有100個字 所以完全說不到自己的一些背景 剛才提過 就是聖羅薩中學畢業之後 就入了中文大學 一直在中大 就大概讀了好像15年書 是由Bachelor就讀到博士畢業的 之後就出來教書 在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 樹人大學 都是教過書的 現在就是在明愛專上學院 做協理副校長 就是負責這個質素保證的 除了這樣之外 其實我也是有很多時間 做一些教學的發展 所以我又看不到我的背景 如何不能夠配合到學校 做一個校友的校董 因為我記得有一次 我跟小學的校長聊天的時候 他說學校都很想大力發展 E-learning 電子教學 我說這對 這是我的範疇 我在幾間大學 都是負責發展這件事 他說 好啊 你可以幫一下我們 但當然後來就沒有了聲氣 可能有人跟他說了某些事情 另外一位候選人 其實我不熟悉他 雖然我做了校友會 三十多年 但我不認識他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他一直都沒有參與 我們校友會的事務活動 但是三十多年的校友會的經驗 再加上我對於三十多年的義工 你都可以想像到我對學校是有什麼感情 所以這次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步 我想我整個中學校友會的 一些做了十年以上的委員 其實是非常相感的 他們是受到一些人身攻擊 我看到是很不開心的 尤其是我們副會長 我想對他的影響是很大的 反而我自己我覺得OK 因為 我也是一個教書人 不是很需要出來面對一些群眾 最近連我們最不理事 那位我們的財政 都是受到學校的攻擊 我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做了幾十年的義工 是要發展到這樣 除了這些事之外 其實最近還有很多事情發展的 我們可以在下一段影片 可以跟大家再說一說其他事情 我們好看 我們要測試一下 總結束 我們要做的事情